邦交国传出又被中国挖脚了 这次出事的是台湾在南太平洋的友邦 索罗门群岛 上个任大选之后顺利连任的这个总理 他在访谈中透露说 现在他正在重新考虑 跟台湾的邦交关系 未来可能会有不同的发展 而索罗门群岛也是 我国在亚太地区最大的邦交国 一旦他如果真的投中的话 很有可能会有不同的发展 有可能就会在这个地方 引发骨牌效益 恐怕也是台湾再一次的外交危机 这为您掌握到最新消息 等一下我们会有最新的连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